好 接下来再关注的是 当然在台湾您是不是注意到 最近身边流感的朋友增多了 而在1月底 中国大陆是预估 现在的不管是流感 或者是变异株的新冠疫情 都会再上升 因为连续春节 加上寒假 假期人流频繁 中国大陆现在是B型流感 持续攀升 而B流在部分地区 甚至超过了A型流感的感染人数 另外就是刚刚提到的 新冠变异株JN1 也来势汹汹 在月底 这些情况都会变得更严峻 中国已经开始卖春运期间的火车票 订票高峰就会落在 下周春运启动的24到26号 这三天购买除夕当天 还有除夕前几天的票 至于民航抢客 是放宽了退票改机票的范围和罚金 而人民币2000元的经济票仓 过去退票还要再花100元 现在手续费全部灭了 前几天有货在这卖完了呀 刚才没货赚了好久了 又有药品被抢购 药师们口中说的缺货药品 是新一代抗流感药 马巴洛沙维 药房买不到 网络上原本一盒 售价人民币200多元 被炒到一盒人民币 320到400元左右 也有当货的现象 一直说更进关注着它 所以这个药对我们来说也是生气比较困难 连官方设立的卫生中心也在等着这款药进货 让大陆民众抢购的原因 是大陆各城市近期感染B型流感的人数 逐步攀升 甚至部分地区占比超越了A型流感 好不容易去年的一阵A型流感 呼吸到疾病感染才趋缓 跨了年后B型流感紧接着扩散 根据大陆国家卫健委资料 过去三周大陆南方省份的B型流感 确诊数占比超过36% 近五周北方省份占比已经超过五成 你得过甲瘤了 但是就是意味着你可能对甲瘤 有短时间的一个保护力 但是呢你对乙瘤是没有这个免疫力的 所以还是有打疫苗的一个 这个必要性还是存在的 就是你打了疫苗以后 有可能你感染了这个流感病毒 它的症状会轻一点 不只是流感疫情 下周五大陆就要启动春运 人员流动也让当前 虽然是处于较低感染的新冠病毒 可能出现回升 尤其是新变异株JN.1 蔓延全球 大陆可能在本月底确诊上升 南北互跨旅游火爆出圈 随着寒假和春节假期的临近 人群大规模流动和聚集 可能加速呼吸道疾病传播 官方提醒疾病风险 大陆全国准备过节 涮海的苏河湾甚至布置了新旅游地标 一个约七层楼高的巨型白虎装置艺术 助力在商场道路旁 巨型白虎是荷兰艺术家霍夫曼打造的新创作 也结合了环保概念要传达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身体上它是由38万张环保纸张来去粘贴了 成为了它的一个蓬松的皮毛 上海春节旅游多了一个去处 不过这回春节假期 交通出行必定会大爆满 上周五大陆铁路正式开售春运首日 1月26号车票 铁路部门表示真正抢票高峰 是24号到26号三天 购买农历除夕当天和前几天车票 应对大客流订票系统全面升级 除了能预先填好订票选项 以键下单 后补车票的订购数量范围大幅提升 另外票务系统号称打造了超级大脑 可以在一秒内计算出全铁路网 上万列车的剩余票数 我们以济南西到南京南为例 每天这个区间会途经100多趟列车 我们可以在100毫秒之内 计算出所有途经列车的余票情况 大陆民航这回要和铁路抢客 多家航空公司放宽退改机票范围和限制 以一张经济舱人民币2000元的机票为例 过去退票要花人民币100元 放宽后免手续费 全家经济舱提前7天可以免费退 覆盖了火车票的开售区间 旅客可以提前购买全家经济舱确保出行 然后是火车票的抢票情况 以及机票价格变动来决定是否保留机票 大陆预估今年春运人流有望创新高 交通面对超负荷运输挑战 如临大敌预先做准备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